Hello 大家好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九月爱用品 那我们首先从护肤开始 护肤的话我九月份用到了非常让我惊喜的产品 准确来说我是从八月份开始使用的 这个 这个牌子怎么读 叫 Cosarks Cosarks Cosarks这个牌子的one step pimple clear 就是类似于洁肤棉吧 我以前用过FAB家的那个什么洁肤棉 就是去角质的去角质精 然后我觉得那个就真的非常鸡肋 就没有什么卵用 然后我就买了这个很多韩国博主有推荐过的 这是我回购的第二罐了 我当时本来觉得看那么多韩国博主推荐 可能就感觉是广告吧 然后我自己买了之后用了几天 我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么多韩国博主会推荐 因为像我自己是属于 就是我的T区还有下巴这个地方 就是会有那种小颗粒感 就感觉非常上妆的时候就非常的不贴妆 然后也非常的容易浮粉 但是用这个去角质湿巾连着用几天之后 我的就是那种小颗粒的那种感觉就会消失 然后据说是因为里面还有水洋酸可以加速皮肤的新陈代谢 从而使得皮肤的老肺角质都得以清除 然后会更容易上妆 后续的保养品会吸收的更快 然后我反正自己还蛮喜欢的 然后价格也不是很贵 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因为我在加拿大就不太好买到 我每次就是从韩国的海淘网站上面买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会一直会回购这个的 非常非常的推荐大家用 第二个就是我 就是我最近才收到的 但是我真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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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 非常想推荐给你们 也是同一个牌子的 我要声明这个牌子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找我做广告 就是这是一个 Acne Pimple Master Patch 就是痘痘贴 那我之前其实不是很经常用痘痘贴 因为我以前用过一个 Opiu的痘痘贴 很便宜 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效果 从那之后我就对痘痘贴失去了信心 直到我遇到了它 因为我之前我不是推荐了这个去角之湿巾嘛 然后我后来回购这一罐的时候 我就想 我说看他们家还有什么明星产品 我就一块买吧 然后我就买 随便买了这个 我觉得不好用的话就算了 反正一片四块多美金也还好吧 然后拿回来啊 真的它真的就只有一片 它真的超级超级超级的小 我不知道这个镜头对焦不对焦到 但是大概大小就这样 非常的小 然后 哦 拿反了 就大概是这个样子 对 然后也用不了太多次吧 所以说性价比虽然不是很高 但是非常的好用 嗯 基本上我就是前段时间下把 上个星期 这个下把这个地方长了一个特别大的那种痘痘 还没有冒出来之前 我收到了这个痘痘贴 然后我把它贴上去 然后它就 一个晚上过去 它就开始已经吸出那种里面的那个脏东西了嘛 然后第二天我又换了换了一次 然后又吸出来一些 然后第三天我再贴一点点 然后第四天的时候 就这个地方就基本上平了已经 然后红肿也没有什么 就是它这个痘痘贴把里面吸得特别干净 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而且我还有前段时间还有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眉心 接近眉心这里吧 长了一个痘痘 然后也是那种挤不出来的那种有 里面会有浓的那种痘痘嘛 然后我就搞了一个小小的一贴 然后给它贴上去 然后过了一晚上 第二天它就完全平下去了 就看不出你长了痘痘那个样的 就是看不出你有长痘痘的痕迹 就是完全 就是完全看不出你 前一天晚上这个地方长了一个痘痘 它就把里面吸得非常的干净 然后所以这边 这个痘痘后来也就平下去了嘛 这我觉得用的非常非常惊喜 但是它的缺点就真的是 性价比太不高了 就是折磨成人民币大概2425块钱的样子吧 但就那么小一贴也不能用几次 但是看它这么好用的份上 我也会一直回购下去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眼唇线 我之前不是一直给大家推荐那个欧莱雅的眼唇线嘛 然后因为这次就是我回加拿大之后 我赶着买眼唇线 然后我就看欧莱雅那边没有打折扣 我就想说那我要不要试试李富全加的好了 然后就看李富全之前很多人推荐嘛 说非常温和卸得也非常快 然后我用了之后 也是一用就立马爱上的那种 就是比欧莱雅卸妆的那个速度还快 然后真的是非常的温和 对眼周的皮肤啊 没有一点点刺激 我偶尔的话就是稍微近一点点到眼睛里 也不会很刺激 这个比欧莱雅那个温和然后好用 但是就是比欧莱雅的稍微贵一点 嗯我以后吧可能两个都会回购 就是如果欧莱雅打折 我就去买欧莱雅的 如果欧莱雅不打折我就去买这个李富全的 然后还有两件彩妆 哎呦 第一个就是有在我视频里经常出现的一个H&M的腮红 最近大家不都是在推这个牌子的彩妆吗 确实我觉得他们家彩妆做挺良心的 这腮红加币才7块多 然后粉质非常的细腻 持久度非常的好 和其他的腮红一块用也会非常的好看 然后我买这个Frosty Pink 这个颜色非常的显白 它是一个粉紫色嘛 嗯唯一的不足的话 我觉得可能稍稍有一点点飞粉 然后没有那么适合新手 它容易就是下手会 比较容易下重 嗯除此之外 就是一个很完美的这个腮红啊 然后壳子设计的也是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这种style 对 接下来一个应该是我每个化妆视频 然后还有我每天化妆一定会用到的 是之前一个韩国博主李苏苏有推荐过的 嗯这个是一个Emily的单色眼影 它这块其实挺大的 我给大家找一个普通的单色眼影 我给大家比一下就知道大概它有多大了 这个是Innisfree的 这比一下 看其实还是大了 整整大了一整圈的这种感觉吧 我买的这个色号是243号Macaron Gray 就是一个非常纯正的灰色 粉质非常的细腻 持久度也不错 主要是非常的适合新手或者是早上赶时间的人 因为早上赶时间或者是新手啊 就非常的画鼻影的时候 就非常容易下重手 然后这个的话你就不怕下重手 你就稍微扫一点一点 它的效果也非常的好 嗯 其实手臂上看不出来什么颜色了 因为它就是一个很纯正的浅灰色 我这块要真的推荐给所有人 我觉得比之前微博上推荐成Mac的那个Omega 是这样读的吗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Mac那块很红的做鼻影的那个单色眼影 我觉得这块跟那块比起来 这块好用多了 而且价格我当时找的代购 我在淘宝上买的嘛 找的代购大概才100块钱不到 其实它这 因为它这颗很大嘛 所以100块钱不到的话也算是蛮划算了 对 性价比还OK 嗯 最后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Chanel的秋季限量59号 我当时一在那个柜上试这个颜色我就立马爱上了 嗯 它这个颜色我给大家在手臂上看一下吧 它真的是一个非常独特的颜色 我是被微博上的试色种草的 然后我自己去专柜有试 就感觉真的非常独特的颜色吧 就是你去Mac啊或者是其他牌子那种口红色号很多的牌子 你都找不到评价的 就不是 你就找不到跟它很相似的颜色 就是这个样子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相机拍出来有一点点颜色不太准了 然后今天我嘴巴上涂的也是这个颜色 它是有一点点 非常 它是非常暗黑的那种 呃 姨妈色 嗯 感觉涂上了之后 就非常整个人非常非常有气场 然后显得整个底妆也非常的干净 然后它的质地就是哑光的嘛 然后 我觉得在我嘴上其实不算很干 因为哑光的唇膏我就 因为我不太喜欢太滋润的 就会感觉黏黏的 它这个哑光呢就滋润度就恰到好处 就是刚刚好也不会特别的 就是显死皮啊 怎么卡唇纹啊 怎么怎么样的 涂上去感觉也是蛮顺滑 持久度也非常的 呃 不错 所以我最近真的真的超喜欢这一支 嗯 我希望以后chanel可以出一个 呃 这个颜色的常态色吧 或者是复刻它 因为这个颜色真的非常非常的独特 嗯 我要给它点 好 那么以上就是我九月爱用品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麻烦帮我点一个赞 然后如果还没有关注我的话 就请多多关注我吧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